好,在看完了单词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十三课的课文 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After her husband had gone to work, Mrs. Richards sent her children to school and went upstairs to her bedroom 在她的老公上班去之后,理查兹夫人呢,把孩子打发去上学 去去去,上学去,然后上楼到了她自己的卧室 这个先叙述这个大致的时间背景 这个老公上班之后,这句话没什么说的 注意后面,Mr. Richards sent her children to school,打发孩子去学校 这个send表示打发或者派遣某人去某个地方 或者打发派遣某人去做某事,这个都行 注意呢,这个去某个地方呢,这个后面加借词to 本文中to school是借词to 如果打发某人去做某事呢 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就是to do 这两个to不一样,咱们别把它弄混了,把它弄清楚 咱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我打发这个孩子去上学 I send the boy to school,去去去上学去 注意,to school不要用to the school 因为这个school这个名词表达它的功能的时候 前面是不能加贯词的 去上学叫go to school 也不加的 如果go to the school是到学校那去 不一定上学去,可能办事去了 那么同样,I send the boy to bed 这怎么办呢 我打发孩子快点睡觉,去去去去去 天太晚了,去睡觉去 不能说to the bed 因为床铺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一定前面没有贯词 如果to the bed,可能打发孩子到床那去,可能帮我拿东西去了 去睡觉是不能加贯词的 同样的,我们如果做某事,加to do就好了 比如说,我打发孩子去买点啤酒去 加来来客人了 I send the boy to buy some beer 注意send,是send,一般过去词,不会做动词 打发孩子买啤酒,都加to 但一个是借词,一个是不定词 这个区分开 生活中有一个词,几乎跟它完全一样 就是可以看它一体字了 搭配含义都一样 就是这个重要的动词 我们大声来变,dispatch,注意这个p,要着话 不是dispatch,再来变,dispatch 也是指打发或者派遣 如果是去某地加借词to 如果去做某事加动词不定是to do就好了 咱看一些简单例子 这个当然比send,这个动词要正式的多了 比如说,an ambulance was immediately dispatched to the area 一辆救护车立即被派往该地区,派遣 这个to是借词吗,到这个地方去了 去做某事加不定是 比如说,the government dispatched 150 police to restore order 政府派了150名警察去恢复秩序 这个restore在这是动词 动词不定是to do用的是对的 另外怎么注意police这个词 跟people一样,它本身是负数 我们不可以说one police 我们可以说one policeman 但就可以说two police 因为它本身是负数,就不能再加s 那么这个dispatch跟send可以同时进 打发或者派遣某人去某地 这个dispatch要更加装重一些 那么让某人去某个地方 还有好多类似搭配 咱们多看几个 这个词呢,也是把某人派到某个地方 但这个词一般多表示公司的岗位的调动 调到某个分公司了 由这个部门调到那个部门的工作调动 用这个大声来变 transfer transfer 过时长的,它调到去推销东西了 从这儿调到那个地方也是transfer中毒了碧银结 所以双血R加1D 是贝从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也是把某人派到某个地方去 但是这个呢,就在强制性的了 我们用这个动词,用运输这个词 我们大声读下 transport transport 这个词本来表示运输的意思 transportation就是交通 把人当货物这么用 恐怕就是不好的意思了 所以transport这个词一般翻译成流放 把某人流放到某个地方去充军发配 这人是贼配军 我们看例子 He was transported to Siberia for life 这个我复习了 Siberia,就是西伯利亚 这个猜也能猜到 在天驱报里常常说西伯利亚有寒流 那我们大家,我们刚刚讲过什么叫for life 我们在前面课中讲过 第九课说 for life可以表示余生后半生 相当于for the rest of one's life 那猫中期一生对人很怀疑 叫all their lives 或者是throughout one's life 在这余生 但中国人不管那套都翻译着中生 他被中生流放到西伯利亚 但其实应该是余生后半生 这个就是对的 好,再回到剧中 这个李长茨夫人打破孩子去上学 然后and went upstairs to her bedroom 走上楼去 到了她的卧室里面去 这个我们看在一个别墅里的房子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房间 这些大多数房间 在他们新概念体系里面几乎都出现了 咱们先看看有哪些房间 刚一进门的时候 往我们先进的是门厅 门厅,我们先大声来读下一次 ho 这是门厅 或者反正衣帽厅 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厅 刚进门 我们有一个平面的一个座子 能坐在那儿换鞋 能挂衣服 这个小门厅衣帽间 叫做ho 这是家里的房间 那么再往里面走 可能有客厅 大的客厅或起居室 好几个词都表示类似的含义 我们大声读下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或者 City room City room 或者这个词稍微冷屁些 这个段语多表达私人大宅子里非常豪华的客厅 有好几米高 便利特别大的 但也是家里的客厅 一般是大宅子里面的客厅 在那边 Joying room Joying room 也是表示客厅 这是客厅 还有我们可以看 这个餐厅 在本课中就出现了吃饭的地方 有个大餐桌 有什么顶灯等等等等 我们大声读下 Dining room Dining room 注意发音 不要动作Dining room 那就死在那儿了 这是吃饭的Dine Dine 是用膳 这么一个词 我们再来面 Dining room 还有跟餐厅练着的往往就是厨房了 我们再来面 Kitchen Kitchen 厨房 还有我们这个浴室 洗澡的地方 上厕所的地方 我们读一下 Bathroom Bathroom 家里面这个厕所不要用toilet 一般叫bathroom就好了 还有你看 我们有个客房 王王家里 特别是比较大的房子 有专门一些卧室 平时不住人留给客人住的 我们再读一下 Gasroom Gasroom 叫客房 给客人留的一些卧室 还有就书房 家里的书房 直接用steady 当名词来用 再来面 steady steady 这叫书房 还有就卧室 我们大声读一下 bedroom bedroom 就卧室 还有主卧室 还有主卧室 最大的爸爸妈妈住的大卧室 我们多读一下 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主卧室 还有储藏间 储藏室 我们大声来一遍 steady room 我们看这个书单词里面就出现大了 还有那些更小的 你像阁楼 顶楼 可以用它 大声来一遍 atic atic 还有它的同一词 loft 这是阁楼 一般在别墅的顶层上面的屋顶是倾斜的 这个阁楼 还有就是地下室 地下室 地下室或地窖 这边有两个词 含义还是有点区别 先读第一个 basement 这个basement用途比较广泛 而且basement一般是指可以住人的地下室 但后面这个词咱们一般翻成地窖 这不能住人 只能是存着煤 酒 地窖 打声来没 seller basement是可以住人的 而seller 一般是地窖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阳台 或者露台 我们打声来没 balcony balcony 这是在屋里的 在家里的一些房间 咱们顺便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同时记住 在星战店里面大多数都出现了 你比如说我们看本文在62 62页的第九行 在本文62页的第九行 出现的是 Just as Mrs. Richard was entered a dining room There was a knock on the front door 正当理查兹太太进餐厅的时候 dining room 叫餐厅 有人敲门 当当当有人敲门 这是 还有呢我们看在本文中62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62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你看她这么说 she had told him to come straight in if ever she failed to open the door and to have not to leave the bread on the kitchen table 她曾经给这男的说过 如果不能开门的话 你直接进来 别人把这个面包呢 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就好了 厨房咱们看到这种kitchen kitchen 注意这个t 中间这个t是不发音的 好 还有我们看在本文中下一句 就是62页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62页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又出现这个储藏室 Not wanting to frighten the poor man Mr. Richard quickly hit in a small store room under the stairs 因为不想呢去吓唬这个可怜的家伙 李查兹夫人很快的藏到了这楼梯下面的小的储藏室里面 stroom 就储藏室可以用它 咱们举一反弦再看 再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三课里面 二十三课里面 就是114页第十六行到第十七行 114页的十六到第十七行 这句话说 I left the bag in the hall and Robert and I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where we talked for a couple of hours 我把这个袋子放到了小门厅里面 然后罗伯特和我呢 就走进了起居室客厅 在那我们谈了两个钟头左右 这个小门厅衣帽厅 叫hoho把袋子挂在那 衣服挂在那 斜放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起居室客厅 叫living room 你看这一句话中 两个房间都出现了 就二十三课 这个各有所爱 这棵树 还有我们再看二十四课 118页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他说 Jorge showed me to the guest room which he said was rarely used 乔治 是领着 领着我到了这个客房里边 然后他说这个客房很少有人使用 这个guess room 叫给客人准备的一个卧室 平时是不住人的 叫客房guess room 就这么来说 还有呢 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十二课 二百三十六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二百三十六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第五十二课里面 my cousin harry keeps a large curiously shaped bottle on permanent display in his study 我的表兄叫harry 他呢一直呢保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奇形怪状的这么一个瓶子 他永远都陈列在他的书房里面 这个study在这儿 不用复制他的学习了 他的书房叫study 你看五十二课也出现了 这也是家里的一个房间 还有呢 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十八课 二百六十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二百六十页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就是一点小麻烦这个书 looking into the drawing room she saw a scene of confusion over by her writing desk 他往他的客厅里面看了一看 他发现在他的写字台旁边 是一团混乱的一番景象 就来了贼了 把屋里东西叨得烂七八糟 这个大宅子里的客厅就join room起居室大客厅 也空大 这在五十八课有 同样我们再看五十八课 第十二行到二十三行还是二百六十页 二百六十页到二十四行 二十二行到二十四行 咱们看这句话 The inspector began to look for fingerprints while the constable checked that the front door locks had not been forced thereby proving that the burglars had either used skeleton keys or enter over the balcony 出现 balcony 出现 balcony 这位inspector就是巡官 是警察的一种 这位巡官呢 开始来找指纹 而这个同时呢 这位constable就是普通的警察了 constable就是policeman 而这个警察呢 检查了一下 看到这个大门的锁呢 还并没有被强制的把它撬开 因此可以证明了 这个贼 这个burglar 就梁上君子这个贼了 那么要么呢 是使用万能钥匙 Skeleton keys 要么呢 是从阳台翻进来的 你看阳台 就balcony 可以用它 咱们再看 还是第五十八课 往上看 五十八课的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 五十八课的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 二百六十一 十二行到第十四行 Her first impulse was to go around all the rooms looking for the thieves but then she decided that at her age it might be more prudent 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so he went to fetch the porter from his basement 这个老太太第一反应看家里被盗了的 第一反应是到处每个房间转一转找这个贼 但是然后呢 他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他认为在他这个年纪呀 最好呢 是有别人跟他陪在一块 这个更审慎一些 prudent 否则那碰的贼打不过呀 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就来把这个什么porter 这个脚夫 或者这个门房都行了 在这是门房呢 就是看门人 从地下室给找出来了 你看basement 叫地下室 但这个地下室是可以住人的 这个门房 看门人就住在地下室里面 那么还有我们再看49客最后一句 另外一个 这叫地窖 224页第31行到第32行 224页第31到32行 they have mysteriously found a way there from the wine center 这个咱们以前讲find one's way 讲过这个 他们就是酒瓶子神秘兮兮的 从酒窖里边就到了那个地方了 从酒窖叫wine cellar 这个cellar表示地窖 一般是放煤放酒的这个仓库 我们再读一下 cellar cellar 这是地下室但一般是地窖 而不是能住人的地下室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特殊的房间 264页第5行到第7行 第59客 264页第5行到第7行 they leave unwanted objects in drawers, covers and attics for years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may one day need just those very things 他们把不想的东西放在了出体里边 壁橱里边还有阁楼里边 一放就是很多年 他们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 正会用上这些平时放下的东西 闲了这是忙了用 阁楼叫atic 跟loft是可以替换的 你看这是各种房间 亚历山大在散落在各个课文中 我们把它集合到一块就行了 就像我们在沙滩上一个赶海的孩子 把一些美丽的贝壳放在一块做总结 这就好记了 好看第二句话 他说他为什么他去卧室 she was too excited to do any housework that morning for any evening she would be able to fancy dress party with her husband 这个女人那天实在是太兴奋了 而不能干任何家务活 为什么 因为在晚上她即将跟老公去参加一个化妆晚会 心中很兴奋干不了家务活 首先咱们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主句 这里面主干里面用totu这个结构 太怎么样 而不会怎么样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兴奋了 这个totu里藏着个否定叫而不怎么样 而不能干任何家务活 为什么呢 这个逗号for 还是我们以前说的for引导的原因创与从句 放在主句后面用逗号跟主句分开 因为在晚上她即将跟老公去参加个fancy dress party 咱们一会说参加一个化妆晚会就好了 好 咱们看看里边的一些细节 首先看这个做家务 这个家务活这个词 这个首先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慢慢来housework housework 注意家务活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如果用这个词的话 它一定是不可数的 它跟另外一个词家庭作业 咱们做个辩析 这个叫再来面 homework homework 这是给学生留的家庭作业 我们老师也说过家庭作业这个词也一定是不可数的 不可数的 但是家务活还有另外一个表达 这个短语就可数了 我们大概说得下 household chore household chore household chore 这个ture这个词叫杂活或者是灵活 这个可以用复述chores是可以的 但housework是不可数的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做家务活在本文中告诉我们了动词用什么呢 用do do housework 或者加定词的do the housework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I spend all morning doing the housework 或者doing the household chores 注意用复述这是可数的 家不家的都对 做家务叫do housework do the housework do household chores do the household chores 都行 这作为常识咱们可以把它记住 另外这个spend sometime doing something 也是咱们讲过 第六课讲过 这固定搭配挖时间做模式 可以用它 那么这个家务活里面考试常考的呢 是有两种常见的家务 第一个就是洗碗 常见的家务 吃完饭得洗碗 洗碗 我们在英语中有这么多常见表达 先读一下第一个 do the dishes do the dishes 注意不是做碟子 而是洗碗 或者直接这么说也行 wash the dishes 当然英国人都wash 美国人叫wash 口型大一些 wash the dishes 叫做洗碗 还有一个搭配意思一样 就do the washing up do the washing up 也是洗语 也是洗碗的意思 再来一遍 do the washing up 洗语不能拆开翻译 不能翻译成 我洗澡只洗上身 那下身就臭了 跟上下没关系 这是洗碗的意思 我问大家 你像这个上面两个 do the dishes wash the dishes 我们在口语中 如果是你的话 你喜欢说哪个 口语中喜欢说哪个 肯定喜欢说do the dishes 因为wash 口还得动两下 do the dishes do一个单音节就好了 那wash还有个辅音在后面 费劲 确实口语中 确实比较常见do the dishes 我们看一道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体会一下这个题 应该选哪一个 好 咱们仔细听一遍 咱们看看究竟是选哪一个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选哪一个 6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Thousands of times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想看A B C D 选哪一个 好了正确答案答案是 D选项 He has asked his brother to wash the dishes many times 他让他的兄弟洗的碟子 都说了很多次了 选D 这用的是wash the dishes 就是去洗碟子 用的是他 但在对话原文中 为了避免重复 他换了do the dishes 他如果选项中 用do the dishes的话 这个选项就更明显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替换 咱们看原文 6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Thousands of times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第2个女的说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我说你是不是让你兄弟去洗碗了 怎么洗呢 第2个女的说 Thousands of times 说了好几千遍了多 这当然是夸张了 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表示 他让他兄弟洗碟子说了很多次了 你看对话中用的是do the dishes 听力里面用的是 这个原本用的是wash the dishes 意思一样 是洗碟子洗碗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常见家务 咱们也用得多 叫做洗衣服 常见的家务活了 洗衣服 洗衣服注意 咱们有两个表达 一个叫do the laundry 一个叫do the washing 都行 都是洗衣服 这个laundry叫做脏衣服 但注意laundry 这个词一定是不可数的 一定是不可数的 大声来的 do the laundry do the laundry do the laundry I help mother do the laundry 我帮妈妈洗衣服 也可以用这个结构 do the washing do the washing 这个也行 注意区分 do the washing up 是洗碗 do the washing 是洗衣服 不要搞混了 洗衣服 大声读出来 读完英语 说中文 读完英语 说中文 就背来了 do the washing up 洗碗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看似很无聊的大声重复 其实你在做一个重要的事 把中文意思跟英语搭配 在大脑里建立桥梁 在建立桥梁 在大脑里面慢慢神经轴吐就练在一块了 就说洗衣服 马上do the washing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马上就蹦出来了 所以这个平时把他多记一记 把他记起来就好了 大声读出来 好 再看过了几个做家务活的方式 什么洗衣服 什么洗碗之后 咱们再回到这句话里面来 看看为什么这个女的 她那天太兴奋不能干家务活 后面一个原因状语从具 福尔引导的 For any evening she would be going to a fancy dress party with her husband 因为在那天晚上她跟她老公要参加一个化妆晚会去 这个时态注意 would be going to 这用了一个将来 这个过去将来进行时 过去 would 将来 过去将来 还要进行 would be doing 过去将来进行时 跟这个普通的将来进行时 will be doing 类似 只不过它的起点是过去罢了 这个将来进行时 我们在第四课说过 就是will be doing 一般表达什么呢 一般表达一种可预见性 可预知性 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按照计划 几乎一定会发生 直播本文中 歧视点在过去 在当初那天上午 她知道 那天晚上咱们一定会举行 这广东晚会大家都约好了 约好场地了 晚上我们开着车一块去参加 几乎一定会发生 咱们记得在第四课讲过普通的将来进行时 will be doing 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表示一种可预见性 这事几乎一定会发生 比如说咱们看二十六页的第十四行 二十六页的第十四行 他说 he will soon be working in an office 他很快就会在办公室工作了 很快的 在这里面也是跟工厂都谈好了 下星期拿着包去上班去了 这是将来进行时 还有在第四课里面 he will be earning only half as much as he used to 他挣的钱将会是以前挣的钱的一半那么多 he will be earning 他并不是将来正在挣这个钱 而是表示这个挣钱多少呢 早就知道了 跟工厂谈好了呗 到了时候去领工资了 这种可预知性 百分钟直播这个其实点在过去 那就把will be doing 把will可能误着就好了 也是一种可预见性 那么遗免 不过去的 要是给呢 因为这种可预知感 运历呢 市 forget